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南京市口腔医院的李厚轩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临床亚洲病学和口腔粽子学第一卷基础知识 第一章解剖的第四部分,天然牙、牙齦和粽子周围联膜 本章将介绍六方面的内容,包括天然牙、牙齦的特征 将学习牙齦的生活学宽度,夹策组织的三维形态,淫入头的三维形态 第二,种子体周围联膜,将学习种子体周围生活学质地和学共 第三,牙齦和种子体周围联膜的探证检查 第四,种子体夹策软组织的三维形态 第五,天然牙和种子体之间淫入头的三维形态 第六,相邻种子体之间淫入头的三维形态 在这一版的教材中包含了丰富的种子体的相关的理论知识 并详细介绍了种子体与天然牙之间的相符关系 这在种子体技术广泛开展的今天,对临床医生特别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来学习牙齦部分 第一个要了解的知识点是生物学宽度 软组织复找的生物学宽度是最常用于描述天然牙 周围软组织三维形态的术语 生物学宽度它的概念是基于一些学者 包括这个欧本或者是科纳等 大概是在1920年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些概念 他们的一些基础的研究和分析证明了 富足于牙面的软组织是由纤维组织和上品两部分组成 那么在61年的时候呢 有这个研究结果发表 那么它的结论是人、银牙结合部的组织三维形态和结构关系 在这一篇文章中 助者对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牙齿的被动萌出的大体样本 切片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他们通过组织计量评估的方式对引勾深度 上品复找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结合上品和结地组织复主的宽度 做了详细的描述 那么结果呢 发现结地组织复主的宽度变化很小 大概在1.06到1.08个毫米之间 上品复主的宽度在亚洲健康 中度以及重度的亚洲元 破坏的这种位点呢 分别约1.4个毫米 0.8毫米和0.7毫米 也就是说 复主装置的生物学宽度 在正常者大约为2.5个毫米 在重度亚洲元这种患者呢 大约为1.8个毫米 那复主装置中变化最大的是上品 复主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结合上品部分 而结地组织的1毫米的这个范围呢 是相对稳定的 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并没有被提及到 那我们的教科书里面主要谈到的这个 健康亚洲的生物学宽度的这个概念 那因此呢 在此我想先提出两个问题 给大家思考 第一 是个性亚洲元治疗以后的上品复主的宽度 变化是如何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 是同一个牙的不同的牙面生物学宽度是否有不同 因为从观影常数的角度来考虑 我们需要更明确这一点 以便与指导手术中骨的去除量在同一牙的不同的面是否有不同 第二个需要学习的知识点是 夹策组织的三维形态 牙影的形态特点 与以下的四个方面有关 第一是牙巢秃的组织三维形态 第二是牙体的解剖形态 第三是牙齿蒙出过程 以及牙齿完全蒙出后的圈血角度和位置 那在这个众多的这个实验的研究结果的提示 第一牙影的解剖特点与国际顶的外形的轮廓是相关的 提示呢 根据牙影的外形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的形态 就包括我们平常说的薄散性的亚洲生物型和厚平性的亚洲生物型 那图4-2所显示的是薄散性的生物型的特点 那它特点是包括其牙体的形态瘦长 牙冠成锥形 牙的颈部秃度小 相邻牙间接触区的面积小去比较靠近切缘 那此类型个体的上和前牙周围的游领较薄 其夹策的边缘位于右牙骨子界或者右牙骨子界的根方 那这种牙银呢 很窄 寧远的轮廓呢 成一个高的弧线形 那么在图的4-3中所显示的呢 是一个厚平性的亚印生物型的一个特点 其中切牙的这个牙冠呢 成方形 主要是指的是上中切牙 那牙颈部呢 凸度明显 此类型个体的牙印较宽 那么形态呢 更加丰满 相邻牙间的接触区的面积大 并且更靠近跟方 那牙间如同比 有研究报道 就薄膳型的生物型者 其上合前牙区的牙印 叫厚平型的生物型者呢 更容易发生严重的牙印退缩的现象 在临床上 我们可能有多种的方法 可以对牙印的这个厚度进行测量 那也 这包括我们的穿刺法呀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影像法呀 等等 那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呢 这个有学者通过穿刺测量的方法呢 对上合前牙的镜中夹测的牙印 进行了厚度的尽量 这个穿刺法 它测量了软组织的表面 或者是软组织的边缘 到估计的距离 那计算这个牙印的厚度 该厚度呢 比常规的银带探测法的测量 结果呢 会周出大约一个毫米 该研究的作者认为 不同的牙印生物形者 起牙印的厚度是有所差异的 厚平型的生物形者呢 起夹测里面的牙印高度 平均值大约是4.5个毫米 而薄膳型的生物形者呢 相应位置的牙印的高度比较小 大约为3.8个毫米 那么这个说明 厚平型的生物形者 它的夹测或者里面的软组织呢 叫薄膳型的生物形者 更加丰满 那么就是在临床的 灌的修复 以及间隙关闭等等的时候的话 就提示大家应该关注 牙印的这个厚保的问题 从而来恢复 你的临界里的这个位置关系 这个时候的另一项研究呢 采用了翻拌术 进行牙灌延长术的 这个牙齿的夹测的牙印 重新来测量 它的生长的情况 那这个术后一年的 复材结果的显示 从暴露的骨骑顶 刚开始来进行测量 那厚平型的生物形者 软组织的新生水平 比保晒性的这种患者呢 它的这个新生量会更多一些 分别为大约是3.1个毫米 和2.5个毫米 夹测牙印的三维形态 可能还与牙齿在牙草秃中所处的 夹舌相的位置有关 当牙齿向牙草秃的夹舌一位以后 夹舌的牙印的厚度呢 会变小 而当牙齿向牙草秃的舌侧一位以后呢 夹舌的牙印会增厚 那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2005年的时候的 一项这个研究中论证呢 年轻成人的夹舌牙印的厚度呢 主要是受牙齿在牙草秃中的 夹舌相位置的影响 而个体的差异 就是我们的厚平型和 薄膳性生物性的这个影响呢 它的作用是比较小的 因此呢 在对红色美学越来越重视的这种情况下呢 在研究这个研究结果 可能对症基和种子的医生来说都尤为重要 我们需要学习的天然牙牙印的特征的 第三个学习的知识点呢 是银乳头的三维形态 对形态正常且健康的天然牙 其牙尖乳头呢 由夹舌和舌舌 两部分组成 那通过营固区呢 相连 在20世纪60年代 进行的一些实验研究提示 营固区的形态 并不取决于国际底里的轮廓外形 而是与 相连牙接触区的形态有关 图四杠式呢 所显示的是在1992年 特洛登所做的研究 该研究对相连牙之间的接触点 或者接触区道对应的牙尖的 国际顶的这个距离 是否会影响 该林间系类的这个 牙印乳头的充填程度 进行了探讨 研究室通过试诊 对亚洲健康受试者的 淫乳头的醇和湿的情况 进行了这个评判 如果接触点的根方没有可见的间隙 那么这四位引入头呢 是完全充填 如果该区域有可见的黑三角 这四位引入头不完全充填 夹测接触点到国际顶的距离呢 通过穿刺测量呢 来得到它的具体的数值 该距离不仅包括了 淫乳头的上皮和截力组织 还包括了图四杠五中所思的 包括了图四杠五所思的 林间系区域 牙巢及顶以上 全部的截力组织的宽度 那这两张图呢 分别显示了 从夹册和静远中向 切片两个方向观察到的 淫乳头的高度 那图四杠式呢 显示的是穿式测量法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穿影探测法测量的 牙罐的牙罐间的这个接触点 P点到这个骨骑顶 B点之间的距离 那图四杠五呢 显示的是两中期 林间系的近远中向的切片 箭头所指为 右牙骨子间所在的位置 虚线所视为 骨骑顶的边缘轮廓 从牙罐间接触点 P到骨骑顶B的距离呢 及淫乳头的高度 当接触点到骨骑顶的距离 小于或者是等于五个毫米时 淫乳头总是能充满林间系 而当该距离为六个毫米的时候 淫乳头的充满林间系的这个概率 大约为百分之五十 而当林间系的距离 大约会等于七个毫米的时候 大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情况下 林间系都不能被淫乳头充满 考虑到国际顶上方的 节地组的这个 副主的这个厚度 大约是一个毫米 而这个毫米是相对稳定的 所以大多数的情况下 淫乳头的高度在四个毫米左右 那令人感兴趣的是 当我们在进行翻拌术以后 相似的高度的这个淫乳头 平均只是三点二到四点三个毫米的 这一个范围内的淫乳头呢 均可以获得重新的生长 但后平性的生物性质的新生量呢 叫薄色 现在对牙龈的相关的软主的特征 做一个小结 后平性牙龈 生物性的特点 包括甲侧的边缘银相对较厚 淫乳头比较短 而对应牙的 这个甲侧的皮质骨壁呢 比较厚 牙间骨肌顶 与甲侧骨之间的垂直距离呢 比较短 大约于两个毫米 而薄膳性牙龈生物性的特点呢 是甲侧的边缘银比较鲜弱 且常位于幼牙骨子界的根方 容易发生退缩 淫乳头细而长 而对应的甲侧的皮质骨壁呢 比较薄 牙间骨颈与甲侧骨之间的 这个距离的垂直距呢 比较长 大约为四个毫米 而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后平行呢 大约是两个毫米 那接下来我们学习 重置体周围粘膜 包扰在重置体周围的软组织来成为重置体周围粘膜 在一期植入重置体和二期连接基台 并关闭这个粘工办以后呢 重置体周围粘膜的形态 随着创面的愈合过程而逐渐成型 粘膜愈合以后 在重置体周围形成了软组织的附组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穿粘膜附组 这种附组装置能起到生物学的封闭的作用 阻止口腔内的产物侵入到骨组织 从而确保重置体的骨结核形成有稳定的过程 重置体周围粘膜 与天然亚周围的牙龈的临床表现 和组织学特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但二者之间已存在一些重要的区别 我们从生物学宽度 质地和血共三方面来学习 首先看看重置体周围生物学宽度 许多的研究对人体和实验动物模型体内的 泰重置体周围的粘膜结构进行了检查 那么早期呢 对实验圈的这个研究中 对天然亚周围的牙影和重置体周围的粘膜 进行了解剖学特征的对比 此处呢 简要概述了该研究中的实验动物模型 在本章详述的一系列的实验研究呢 都涉及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验模型的应用 那图4-6所示的呢 是在实验中将实验犬一侧的下核前膜牙拔除 由同核对侧的同名牙作为对照 经过三个月的这个拔牙期愈合期以后 那图4-7所示呢 按产品的操作说明 将这个重置体植入病形埋入式的异合 图4-8所示为三个月之后进行二期的手术 连接机台 在此期间 对实验犬以严格的菌班控制 连接机台四个月以后 对实验犬进行临床检查 并收集几颗天然芽和全部的 重置体未典的组织已被活检 研究呢 对比了结合上皮的宽度 结合上皮的厚度 结地组织的宽度 以及纤维排列的方式等 研究结果显示 健康的牙龈和重置体周围联合 均成粉红色 这里坚人 就是我们的图4-9所示的 那牙齿周围结构的影像学检查 可见呢 牙槽结顶位于相邻的 两前目牙 右眼骨子界连线的根方 大约是一个毫米处 也就是图4-10所示的样子 那重置周围结构的影像学检查 可见呢 骨骑顶的位置 比较靠近机台 和重置体体部的交界处 也就是图4-11所示的 这个形态 实验中 所取的标本切片的 组织学检查结果显示 来自天然牙 和重置体周围的两种 不同软组织 有许多相似的特征 那天然牙的牙印呢 上皮高度狡化 与紧贴牙面的 结地组织上皮相延续 至于右眼骨子界 牙刷鱼顶上 左图这个4-12 显示的是 下颗前摩牙 假册和官方的 亚洲组织的 显微照片的 一个偏面观 图4-13呢 是显示了 将左图中 国际顶上方的 节地组织区域 进一步放大以后的 这个放大观 注意观察 左线维数 就箭头所指出的 这个排列方向 具有上述的特征 该实验中发现 重体脂位联母 同样被 背负着 狡化上皮 其边界与紧贴 机台部的 屏障上皮 类似于 天然牙之类的 结合上皮的 这个结构呢 相维延续 观察可见 屏障上皮呢 仅有几层的 细胞的厚度 该上皮结构呢 只与软主的 跟方大约2个毫米处 距离骨极顶 1到1.5个毫米 骨组织上方的 结地组织 表现为 与 重体表面 直接接触 该结地组织内的 胶原纤维 显然 来自于 骨极顶的骨膜 沿平须 基台表面的方向 向软主的边界延伸 左侧的图呢 显示的是 重体周围 联幕的 显微照片的 这个假设相关 请注意 观察这个 软主的边缘 就最上方的 箭头所指处 以及中间的 箭头所指的 结合上皮的 根方的细胞 以及的 最下方的 箭头所指的是 骨极顶的位置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结合上皮的宽度 大约是 2个毫米 重体周围 结底组织交界处的 宽度的 大约是 1.5个毫米 保持健康 粘膜屏障 上皮 距国际底 有一定的距离 这个是 1到1.5个毫米的 这个距离呢 是至关重要的 在重体植入 手术后的 愈合期内 粘膜 结底组织 内的这个 成显微细胞 能够在 基台的 根部的 这个态表面 形成生物学的 副组装置 这种副组装置 显然不能被 不能认为 是一个创免 因此呢 它也没有 上皮的称理 图 适当 15 显示的是 屏障上皮 均方的区域 就箭头 所指出的 进一步的 放大观 那图 适当 16呢 是显示的是 重体 周围 联膜 与 种子体 交界处的 结底组织的 小微 照片的 假设相关 在进一步的 权类实验中 使用不同的 种植系统 进行了 这个 多方面的 这个实验 也都观察到了 相似的 附作的形成 并且呢 是附作形成的 过程 与种子体 最初是否 买入式的 愈合呢 并不相关 图4-17和 图4-18 所显示的是 在逼个犬的 下合 植入的 三种 种子系统的 种子体后 种子体 周围 联合的 小微 照片的 假设相关 随后的 实验呢 还证实了 种子体 机台 所用的 材料 对穿淫 结底组织的 位置 有决定性的 影响 使用氧化铝 陶瓷 和二氧化 材料的 机台 所形成的 附作装置的 位置呢 与 钛机台 是相似的 而采用 金合金 或者是牙科的 陶瓷材料的 机台 会导致 粘膜的 愈合情况 欠佳 当使用 这些材料的时候 无法在 机台的水平 形成 结底组织的 附作装置 取而代之的是 相对 丁方的 这个 结底组织的 附作水平 那如此一来 当部分的 种子体 周围 国质的 边缘部分 在机台 连接术后 发生 轻微的 吸收以后呢 种子体的 体部表面的 太层 就可能会 暴露出来 那 结底组织 附作的 位置 最终 降低到 这个位置 再次强调一下 这也是 目前认为的 种子体 周围 联幕眼 和 种子体 周围 的 发病机制 之一 图4-19 所表示的是 一篇 文献的 内容 在1996年 林德尔等 通过了 全内的 实验 对该 川联幕 附作装置的 位置和 组织的 三维形态 进行了详细的 检查 他们将 Brimark的 种子系统的 体部 植入 前墨崖区的 缺崖区 并行 埋入式的 预合 术后 三个月 进行 机台的 连接 在以 连接的 机台 上位 复位缝合时 对这个 组织 办的 三维形态 进行了 测量 结果发现 下颌骨的 左侧 也就是 他们的 实验的 对照组 牙巢 及顶顶幕 组织的 厚度 始终保持不变 而在右侧的 实验组的 粘膜的 厚度呢 则降低至 两个毫米 会更少 4-19 机台 连接术后 六个月的 活检标本 显示 所有 种子系组围 穿粘膜 复着装置 都有一段 长约 两个毫米的 屏障上品 和宽约 大约 1.3到 1.8毫米的 结极组织 共同来构成 另一步检查发现 在粘膜 较薄的区域 创伤 预合过程 总是伴随着 骨的吸收过程 从而来 保证 粘膜 所占的空间 能够同时 满足 上皮组织 以及包括 穿粘膜 附组织 在内的 节力组织的 形成 图4-20 显示 在对照组 和实验组 的重置 周围 粘膜 均包含一段 两毫米长度的 屏障上皮 而节力组织 副组 区域的宽度 大约是 1.3到 1.8毫米 请大家记住 这个数据 在粘膜 较薄处 为了保持 软组织 副组的宽度 会发生 代场型的 骨吸收 动物体周围 穿粘膜 附组装置的 上皮 及节力组织的 三维形态 是在 动物体植入 树后的 预合期 确定的 和动物体 就位后的 骨的 预合过程一样 动物体周围 粘膜的 预合过程 也是一个 很精细的 过程 需要数周的 时间来 完成 组织的 重建 2007年的 有研究 通过了 动物实验 详细的 阐述了 商业的 纯态 种子体周围的 粘膜 附组装置 形态的 发跃过程 那么 在这个研究中 采用了 穿淫 预合式的 种子体 采用 间断缝合 将粘膜 组织 固定于 种子体 圆锥形 边缘 结构的 周围 两周以后 拆线 并实施了 这个 菌般控制 在 预合期 不同的 时间点 分别 进行 样本的取材 时间跨度从术后的 当天两个小时 到术后的 研究报道 在预合的 早期 种子体育 周围 粘膜之间 是充满了 血练块 随着中性 内细胞的 大量 静润 血练块 被降解 最早在 预合期 第一到两周的 组织切片中 可以观察到 有上皮的 增殖 直至 第六到八周 可见成熟的 屏障上皮 那该研究 还证实了 种子体植入 十到六周以后 在种子体周围 粘末中的 胶原香味 开始按一定的 空间排列 而在这之前 结地组织结构 呈无序排列的状态 这个生物学宽度的 这个概念 进行给小结 结合上皮 和屏障上皮的 宽度 大约为 两个毫米 牙巢解 上方的 结地组织的 区域 大约是 1.5个毫米 天然牙和 种子体周围上皮的 成分呢 都是通过 半桥列的结构 附阻于 牙面 和种子体的表面 那天然牙周围呢 主要的 附阻纤维 也就是 主纤维 能够 生满于 根面的牙骨质 但是呢 种子体周围 与之类似的 纤维结构呢 并不能附阻于 金属体部 它的排列的方向 与种子体的 长周是平行的 种子体周围 软主质 附阻于 植入手术后的 数周呢 逐渐来形成 来看看 种子体周围 粘木的质地 巴基兰等 在1991年 对天然牙 和种子体周围的 位于牙筹 上方的 结构主体 仔细的研究 那作者来观察到 天然牙 和种子体表面 尖脂成分呢 最大的差别是 覆盖于 前置根面的牙骨质 粗大的纤维素 连接了牙银 与天然牙 以及天然牙 与牙巢骨 而至 牙骨质的表面 像侧方 灌方 或者是根方 放射状的排列 而在种子体的表面 胶原纤维的排列方式 是完全不同的 这些纤维呢 伸直于牙巢 及周围的骨木 沿着于 种子体表面 平行的方向 扇形的排列 再远离 种子体的区域呢 这些纤维的排列方向 又类似于 天然牙 在部分 远离 种子体的区域 这些纤维的排列方向 又类似于 天然牙周围 粗大纤维素的 方式状走向 嗯 左图的 就是图4缸2 为天然牙 及其 边缘 牙周组组织的 假设相关的 显微照片 请注意观察 天然牙 周围的 五细胞牙固质 即插入其中的 胶原纤维 这些纤维的排列方向 几乎是 与牙筋面 是垂直的 而在右图 就是图 4缸2 3 那显示的是 重体周围 粘膜和 骨组织 与 泰的 重体胶界处的 显微照片 那请注意呢 胶原纤维的 排列方向 几乎是 与重体表面 平行 而非垂直 重体周围 骨绩点上方的 节地组织 与天然牙周围 相应区域内的 节地组织的 相比呢 胶原成分 更多 而 纤维的成分 及血管的结构呢 比较少 99年 木认等报道 在犬内的 实验中 观察发现 重体周围的 副主结构中的 血管结构很少 但是有大量的 成小维细胞 其长组的方向呢 与重体的表面 是平行的 而在你 重体表面 较远的区域 成小维的 细胞的数量 相对变少 较远 纤维的成分 和血管结构呢 相对增多 根据上述 或其他类似的 研究结果 可以得出结论 态表面 和结地组织之间的 结地组织的 附组装置 是由呈现为细胞 主导并形成和维持的 接下来学习 重体周围 粘膜的血共 我们都知道 牙印的血共呢 有两处的来源 一个是 骨膜上洞满 其第四分支 形成了 口向上皮下方的 结地组织 乳头的毛细血管 以及 结合上皮侧方的 血管虫 那么另外一个呢 是 牙周末的血管虫 其分支的 冠向延伸 并中置于 牙筹底上方的 游泥营 那由此可见 在牙周组织中呢 牙筹底上方 结地组织 附织的血共 来源于两处 完全不同的地方 而重置于周围的血管系统呢 只来源于其外侧的 牙筹底的 骨膜上洞满 经持血管 发出的分支 进入牙筹底上方的 粘膜 形成了 这个第一呢 口向上皮下的 毛细血管 和 紧淋 屏障上皮的 血管虫 图4-26 显示的是 逼个犬 牙印的 假设向 透明切片 血管结构 已经经过 探数处理充填 请注意 位于牙筹底 骨质外侧的 骨膜上洞满 牙周母的的血管虫 和牙印 较边缘区的 血管结构 图4-27呢 显示的是 逼个犬 种子体 周围粘木的 假设向 透明切片 请注意观察 箭头所指的 牙筹底外 牙筹底的 外缘的 骨膜上动脉 但是呢 没有与 牙周末血管虫 相似的结构 同时呢 将这 进一步 放大以后 观察 然后呢 可以看到 这个箭头 所指的 结合上皮 周围的 血管结构 但在 靠近 靠近 丁方的 部位 就没有 血管 结构了 小结 牙印 和 重子体 周围 粘木 有一些 共同点 但在 结底组织的 结构 组成 胶原 纤维术 的排列 方向 以及 屏障上皮 丁方的 血管 的 分布 等方面 二者是 有一定的 差异的 接下来 学习 第三大点 牙印 和 重子体 周围 粘木的 探证检查 多年来 一直认为 进行 亚洲带的 探证时 探证的 尖端 会探解 带内的 结合上皮 的最深处 甚至 结底组织 副组的 区域的边缘 这个假设呢 是 基于 一些的 研究结果 得出来的 然而 在随后的 一些研究中 发现 在进行 亚洲探证时 亚洲探证的 尖端 只是偶尔 能够探解 宁亚结合部的 基底 在没有 亚洲 病变的 情况下 探证呢 并不会 深入到 结合上皮层 而是在 有大量的 白细胞 且 胶原成分 很少的 炎性 病变组织中 探证 能够穿透 上皮层 并探解 炎症 气润的 丁方的 这个边界 同样 对种子 喂点 进行探证 测量的 动物模型 很多 那么 也有一些 相似的 或者是 甚至有些 相反的 实验的结果 那么 比较有 得到大家认同的 大概是有 在 94年 浪 等 进一步的 这个 阐述中 发现的 在健康的 或者是 重体周围 莲木炎的 卫点 探针的 尖端 能够到达 结极组织 附组的水平 而在 重体周围 炎的 卫点 探针 能够 测入到 溃氧的 带底 上皮下方 大约 0.5个毫米 也就是 炎症细胞 净润期的 基底部 通过 对比 这些的 研究结果 明显可以 看出来 对 重体而言 进行 探针检查 以了解 带深 以及 附组水平的 位置 是很有意义的 当对 健康的 组织 是以正常的 探针力度 进行检查时 无论是在 天然亚 还是 重体 探针到达的 组织深度 都是相当的 然而 当对 炎症组织 进行 探针的时候 探针穿透的 深度会增加 探针的 尖端 到达的位置 在 种子体 可能定靠近 国际底 接下来 继续学习 今天的 第四大点 种子体 假设 软主子的 三维形态 这是 现在 开展 种子 治疗前 需要了解的 软主子的 知识 99年的 有 学者呢 以20名 存在 种子体 支持室 单贯 美学修复 且同核的 对策同名牙为天然牙的受试者作为研究对象 对天然牙和种子体周围软主子的三维形态来进行对比分析 得出的我们图4-3-1所显示的这个结果 与天然牙周围的软主子的形态相比 周围在种子体 比种子支持室的 单质支持室的单贯夹轻的粘膜更厚 其探证深度 以比天然牙的位点更深 大约是2.5个毫米与2.9个毫米的差别 进一步观察发现 种子体周围的软主的边界比相应的牙印边界更靠近近方 大约是有1个毫米 看等2003年对45颗术后平均33个月的 上河前亚区单颗种子体周围的粘膜 进行观察研究 对种子体夹轻粘膜进行穿刺测量 发现大多数情况下 其厚度大约为3-4个毫米 仅有9%的受减 种子体周围的粘膜厚度小于3个毫米 粘膜厚度小于3个毫米的 种子体的特点呢 有第一 常见于薄的牙印生物型 第二 植入的位置过于靠近唇侧 并且 或者是修复体的唇侧的图 而种子体周围软主着厚度 大约4个毫米的情况 常见于厚的 亚洲生物型 接下来学习第五大点的内容 天然牙 与种子体之间 淫乳头的三维形态 当一颗牙齿被拔除 并在该种子未点植入的 单颗的种子体以后 其余临牙之间淫乳头的高度 大约会降低一个毫米 所以说 淫乳头高度的降低或者退缩 带的深度也会相应的减小 并且可能发生一定的 淫床附着赏失 随着单颗牙齿的拔除 以及随后种子的植入 天然牙 种子体之间的淫乳头的高度 最终取决于天然牙的附属水平 2001年的一项研究呢 对26位患者的27颗种子体 与淫牙之间的淫乳头高度 进行了观察研究 该研究采用影像学检查的方法 对接触区最低点 以及软柱子最高点到国际顶的距离 分别进行了测量 该检查在灌修复树后 6到75个月之间来实施 笔者观察到淫乳头高度始终在4个毫米左右 因此其能否充填满 宁间系主要取决于接触点的位置 当接触点越靠近牙齿或者修复铁的切缘的时候 淫乳头就越难以充填满宁间系 1999年长等对上河潜牙区单科种子体 以及同核对策同允天然牙 周围的淫乳头的三维形态进行了观察研究 那么该研究结果发现 种子支持灌 周围淫乳头的高度比天然牙 牙冠的周围的淫乳头要短 且对于外展系的充填程度已不及后置 该现象在中期牙未典的 种子室支持单贯的远中面更为明显 与同核对策同允牙的远中淫乳头 或者是该未典种子支持室的单贯 近中的淫乳头相比均是如此 由此可见 与种子体相邻的天然牙的解剖结构 比如说牙根的直径 牙里面的轮廓 右牙骨子界的曲度 接地组织的附组水平 可能对该天然牙和种子体之间 上述的这四个方面 可能对该天然牙与种子体之间 引入头的三维形态 有显著的影响 就是说 与上核的侧切牙相比 上核的中切牙 更宽的纯舌镜的丁径 以及更大的 里面右牙骨子界的曲度 有助于维持 与之相邻的单颗种子体支持的 修复体的 静重的陰入头高度 接下来呢 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实验 2003年 看灯 对采用这个穿磁测量法 对上核前压区的45颗 单颗种子体 和90颗 与之相邻的天然牙周围的联膜 进行了这个观察研究 测量的时候 在每颗种子体 及其灵芽的静远中 分别进行穿磁检查 结果显示 种子体静远中的粘膜厚度 大约为6个毫米 而相邻天然牙的 相应位点的粘膜厚度呢 大约为4个毫米 其实这应该是一个 引入头的高度 或者是软竹则的高度 第一步的观察发现 属于厚牙周生物型的患者 其种子体周围粘膜的 组织三维形态呢 较薄的牙齐生物型者 更加丰满 种子体支持的 修复地周围 引入头的充填程度 区距于相邻天然牙的 极力组织辅助水平 以及牙关接触区的位置 如图4-35所示 尽管引进区软竹子的量 阴翁厚或者是薄的 亚洲生物型的不同 而有一定的个体差异 但是对于单颗 种子体支持的修复体 其引入头高度的 生物学极限 大约是4个毫米 因此 为了达到外带系中 引入头完全充填的目的 应当严格按照要求 来设计种子体牙关 与天然牙牙关之间的 接触区的位置 同样需要认识到 单颗种子体支持的 修复体周围 引入头的饱满度 与种子体植入时 所采用的是 一期手术 或者是二期手术的方式 无关 与牙关修复的时机 是种植后 结克或者是 带软竹子 完全愈合后 再进行 与无关 接下来学习 今天的第六大点 相邻 种子体之间的 引入头的 三维形态 当相邻的两牙 均被拔除以后 该位点的 引入头就会消失 因此 在拔牙区 再进行 种子体支持的 修复治疗时 骨骑顶的 形态学特点 以及骨骑顶上方 软竹子的厚度 决定了 种子体兼 软组织 也就是 种子体 引入头 边缘的 最终位置 Natolo 2003年 采用 穿粘膜的 这种探测法 对33位 接受了 种子体支持的 修复治疗 至少两个月的 患者的 136颗 前牙区 或者是 后牙区的 种子体 临街区 国际点 三方的 软组织 高度进行了 测量的评估 结果发现 平均引入的 高度 大约是 3.4个毫米 90%的 图4-37 显示了 相邻的 种子体之间 软组织的 三维形态 与种子体的 设计 并没有关系 例 等 2006年 对比了 两种品牌的 这个 种子体 周围软组织的 高度的 差异 以及 种子体之间 水平距离 对软组织 高度的 潜在影响 那 种子体的 引入头的 高度 也就 影像学检查时 国际点 官方 软组织的 高度 在两种品牌 种子体呢 大约的 均数 都约为 3.1个毫米 并且 其高度 在 种子体水平 之间 呃 种子体之间 水平距离 是小于 3个毫米 或者是 大于 或等于 3个毫米的 位点之间 并没有差别 四年的 另外一项研究 对 58位患者的 96颗 种子体的 引入头 存在 或赏识的 情况 进行了评估 结果显示 只有接触区 到 谷基顶 之间的 穿翅 测量的 距离 小于 4个毫米 的时候 引入头 才能充满 整个 领间隙 所以 中上所述 两种 就是 两重子体之间的 软主子高度的上限 是 3到4个毫米 灌 修复体 接触区的位置 到 谷基顶 之间的距离 决定了 重子体之间 外展 也就是我们的 蝎状 蝎的 软主子 充填的 程度 好了 谢谢大家 祝大家新年快乐